5月26号 香港著名的博彩大亨何鸿燊先生去世了 消息公布之后 圈内外许多的人都炸开了锅 很多明星也纷纷到场 倒面赌亡 何悠军情史 和他背后的六个女人 风流不输父亲何鸿燊 此时发布之后 也迎来了网友对深的解读和认知 赌亡一生风流潇洒 为人带事也是非常正义的 最大的愿望就是17个孩子当中 有一个人能够为他生一个孙子 这个愿望直到他末年才得以实现 人们说赌亡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但是可惜的是 没有能够亲自看着孙儿的成长 而为赌亡生下孙子的西梦瑶 成为了整个和氏家族里边的红人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西梦瑶和何悠军 相识前的那些事 在维命摔倒的那次之前 西梦瑶绝对没有现在的知名度高的 何悠军的情史和他背后的六个女人 风流不输父亲何鸿燊 维命是个非常讲究的舞台 几乎做到了零食物 但是西梦瑶的不小心 却让看似荒唐的行径改变了他的人生 但是他人生当中荒唐事 绝非就此终止 都说双鱼座的女生 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 一旦认定了之后就会非常专一 看来西梦瑶很好地诠释了双鱼座的性格 1989年 西梦瑶在魔渡上海一户人家降生 此时的他呀不知道 多年之后他会因为在唯觅的舞台上面 摔倒而走红 他更不知道 自己将来有幸进入到演艺行业 成为一名演员 西梦瑶的父母都是经商者 自打他降生的时候就给他营造了一个不错的家庭条件 但是父母在教育事业上从来都没有对他放松过 据西梦瑶自己回忆 他小时候出门都是一种奢侈 母亲不愿意自己出去玩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在放学的路上买个烤红薯吃 何游君也回忆过自己的童年经历 并且表示跟他差不多 果然有钱人在教育上面都有差不多的一套模式 咱们就不能够理解了 如此看来 西梦瑶嫁给和氏的家族并不算高盘 可以说是称得上蒙当户对的 1995年 六岁的西梦瑶还在上海独幼儿园 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未来的丈夫在澳门和洪生家降生了 取名叫做何游君 世人皆知 王思聪是最豪横的富二代 但是何游君和他相比 算得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在老主程度之上 何游君继承了父亲的性格 从小就不喜欢读书 估计换成是别人家的孩子 早就被骂死了 12岁的那一年 何游君像往常一样来到图书馆读书 但是他每一次进图书馆读书的时候 都表现得很烦气 久而久之就被图书馆的管理员给发现了 一番询问之后 管理员才明白了 这个孩子并不喜欢看书 只是迫于一些无奈之下 逢场作戏而已 可能是大爷大妈都喜欢碎碎念吧 在大爷的语言洗礼之下 何游君竟然听了进去 达那时起他就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乐趣 他读的第一本书叫做《福尔摩斯探案集》 他说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到破案之后的成就感 母亲梁安琪也经常教育他 要学会像福尔摩斯一样 多维度的去考虑问题 赌王早年在学习之上 也是有过一段吊儿郎当 然后考上大学的经历 何游君继承了父亲的基因 并且在2013年考上了远超父亲香港大学的麻省理工学院 同年 西梦瑶先后收到了连卡佛迪奥等各大知名品牌的邀约 并且在年末登上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 他成为了继刘文和岁情书培之后的第四位亚洲维密模特 2016年何游君考上了麻省理工的金融硕士 刷新了麻省理工金融硕士年龄最小的记录 说完他不俗的表现之后 再来说一说他的风流故事 1995年出生的何游君 今年也不过是25岁而已 奈何人家有良好的家族基因 年纪孙小 但是却已经前前后后的交往过六任女友了 2012年17岁的何游君对爱情还是蒙等的一个状态 但是却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姑娘 女孩叫做Francica 是西班牙名门之后 与何游君也算是门当户队 情动初开的年纪 俩人很快就陷入到了热恋之中 当时何游君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屁孩 但是双方的家长却十分的满意这一段感情 还共同坐下来吃了顿便饭 两个未成年把恋情扩大到了两个家族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订了娃娃亲的 奈何年轻人的性子 总是焦躁不安 果不其然 没到两年的时间 两个人就宣布和平分手了 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游 与西班牙女孩分手之后 何游君基本上是做到了无缝链接 同年年底 她与白兔的妹妹Yani再次牵手成功了 说起这个白兔吧 最多的评论就是两个姐妹花 活生生的把自己的路给走胡了 不知道是否与何游君的这一段感情是有关的 那段时间何游君在美国念书 亚米就经常飞去美国看望她 但是这段恋情遭到了母亲梁安琪的坚决反对 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宣布了分手 分手之后 亚米说感谢你的背叛 暗戳戳的表示何游君出轨的行为 当时说法不一 可以分为几个版本来参考吧 有的说何游君是劈腿出轨 也有的说是亚米劈腿男明星 但是具体是什么事啊 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咱们吃瓜群众啊 只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啊 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剧情 2015年何游君与亚米分手之后呢 很快又有了下一任女朋友 不同于亚米的是啊 这个女孩和她的初恋一样的 同样是豪门之后 为此母亲梁安琪还大方的承认了这段感情的存在 紧接着何游君在各种的社交平台晒出了和新女友 Kimi的合照唯恐全世界都不知道她有了新的女朋友 长言道秀恩爱死得快 这一段被母亲承认的恋情迟失了没过半年的时间 两个人就白白了 Kimi啊取关了何游君 删除了合照 两个人转头成为了陌生人 这让何游君当时立下的flag全都打脸了 有句话说的很好啊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4月底和Kimi分手之后呢 何游君重整击鼓 6月何游君与混血女孩 在超市庆日的合照那就被曝光了 不管这段感情呢 也是持续了数月而已 此后啊 何游君算是消停了一段时间的 直到2016年 香港女团少女标本Coco的出现 让平静已久的何游君 再次迸发出了热情的一面 Coco本名叫做原子乔 关于她的资料呢 是寥寥无几的 这就意味着 如果不是何游君 她很有可能还只是个 长着网红脸的小明星 16年的万圣节 何游君牵着原子乔的手 现身海洋公园 姐一约着何游君又大方认爱 Coco声声说 她是个好女孩 何游君情史和她背后的 6个女人风流不输父亲 何鸿燊 两人恋情发展的是十分迅猛呀 但是母亲对此事呢 却一直蒙在鼓里 全然不知 当梁安琪被问到 儿子结婚的时候的消息 梁安琪就说 应该要先创业 然后再成家 按捉说的回应 不承认Coco这个儿媳妇的存在 父母不承认的感情呢 不会很长久的 没过多长时间呢 这段绝无二性的恋情 也没有能够画上圆满的句号 与何游君比较起来呢 比她大6岁的西梦瑶 感情经历呢 倒是少了许多 何游君情史和她背后的 6个女人风流不输父亲何鸿燊 西梦瑶是模特出身 刚出道那会儿啊 就和窦霄认识了 也就是现在何超莲的男朋友 所以呢他们家族的关系图啊 真的非常的复杂 多多少少啊 都会和舆论圈刮钩 2016年 正值何游君与Coco打得火热的时候 窦霄突然晒出了自己和母亲 还有西梦瑶三人的合照 把之前的传闻啊 再次推向了高峰 这段时间呢 两个人并没有公开避嫌 直到后来窦霄公布了 与何超莲的恋情 才让两人的传闻得以停息 但是人们就此事啊 并没有作罢 与之认为 认识近十年的时间 两个人肯定发生过什么 不过呀 那都是当事人的事 至于其中呢 有没有什么故事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同样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原因 西梦瑶还曾经把自己的目标 锁定在了外国男人的身上 名为Snowping 两个人呢 都是模特 完美的身材 迎来了不少人的羡慕 为此呢 两个人还曾经高张的 发布了热闻的照片和视频 可能受老外的影响吧 西梦瑶的思想呢 也变得开放了起来 同样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两人天南海北的飞梯台 就少离多的现象呢 事有发生 可能两个人都受不了这种孤独吧 最后选择了和平分手 2019年5月13号 何游君以西梦瑶的恋情宣布公开了 同时呢 何游君向西梦瑶求婚成功 两个月之后啊 两个人就持证上岗 正式结为了夫妻 在结婚照当中啊 细心的网友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把西梦瑶的照片 无限放大之后 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两人是凤子成婚 果不其然呢 五个月之后 他们的孩子就降生了 如果不是孙悟空转世的话 那么应该就是凤子成婚了啊 末年的赌王啊也终于迎来了 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孙子 并且给他取名叫做何广深 很多人呢都说 西梦瑶找准了机会上位 实则不然 西梦瑶的家境也很幽默 根本就不需要见谁的光 或许啊他嫁给何游君 单纯的就是真爱而已 2020年5月26号下午1点 一代慈善家商界的大鳄和鸿燊逝世了 一代传奇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开启新篇章的将会是他们的后代 在这一次的家族的财产分割当中啊 并没有看到西梦瑶名字的存在 如此看来更能够印证 他和何游君的感情是真爱了 一代传奇的结束是另一代人的崛起 希望何游君从此之后能够始终如一 不要再继承父亲的某些不足了 早日实现他内生三个以上孩子的目标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